對 姐弟厲害 幾歲 很明顯是不是 是裝班 好壞 現在的話就中村吧 對啊 就是 然後省這個 我們有很多很厲害的 客串的隱藏的 隱藏的角色 然後到時候會 慢慢的介紹給大家 很難詮釋 關於跟太多人有 感激上的 怎麼了 好像說跟太多人會很難詮釋 跟太多人喔 不會啊 還可以處理 還蠻開心的 編劇 8點的編劇 有很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了應該都是重播了 像《包青天》那些東西 你知道嗎 然後之前就是剛剛出道的時候 會跟一些前輩演員 聊一些比方說 那時候我在拍《包青天》的 什麼種種什麼故事 那你去做什麼功課嗎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說 可能寫字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大的 可以切入那個時代的一個方式了 那你平常是會手寫情書嗎 手寫情書 現在還有人在手寫情書嗎 以前 有嗎 以前 我以前有寫過啊 看有多喜歡 看有多喜歡 然後就會 比方說就會開始通信啊 你知道嗎 然後 筆友 筆友啊這種事情 通信啊 通信啊 筆友啊 對啊 以前都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就會都會期待 收到人家的信 你去做編劇是要變台語 台語劇嗎 這個應該也是 對那應該是寫錯 對我們設定的是 台語劇嗎 台語劇 真的假的 原本的設 我們原本設定的是台語劇 OK 我是現在才知道這件事情 最早我們就是台語劇 然後 然後編劇來說 啊你這不懂小月 後來 找台語劇 會不會很奇怪 我說搞不好 她台語講得很好耶 不一定啊 所以姐弟弟就是姐弟弟嗎 對 對姐弟弟 很明顯是不是 好壞 讓你選 你其實是 很愛問這種問題 我啊 嗯 以前的我 我會選這個吧 是外型 壞的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很野 對 現在的話 就中婚吧 對啊就是 然後生這個 生這個 我們好像還是可以 生得出來 有嗎 我們到底是 其實差點 沒有 我們也一樣對不對 對啊 你看 哈哈 這個我 他那8 我那9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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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大的 只要能 喔他嗎 我嗎 我沒有 還好 蠻 喔 最大的啊 對啊 很多組 反正我們都會拍 只要能播就播 哈哈